印度二波疫情睽違五個多月 單日新增再破六萬人 投入五千八百萬劑疫苗 成為全球疫苗投入第三多的國家 現在生產線優先供應國內 恐影響全球供火量 馬來西亞感染平穩下跌 過去一天增加近一千兩百例 即將在五月上旬迎接開斋節 屆時民眾可能回鄉探親 增加跨境移動風險 政府也松口正眼擬新對策 印尼曲線逐步緩慢回落 最新通報單日確診回歸四千多起病例 由於印度擱置疫苗出口 衝擊各國供應鏈 因此當局積極確保 AZ和科興疫苗的施打數量 越南數據保持在10人以下 28號官方未提供新資訊 身為東南亞罕見防疫模範生 靠著嚴格鎖國控制局面 有望成為台灣下一波旅遊泡泡的優先名單 日本近一週新增確診稍稍回落 連兩天飆破兩千人 2月上旬以來最高紀錄 其中東京衝繩感染數揍升 持續8天呈上揚趨勢 刷新3月疫情高峰人數 南韓幾天來曲線走神跡象 過去24小時再添480多例 回到兩週前一波感染水準 有見於疫情持續 民眾防疫疲勞 春天出遊人潮增加 擴散人不容小覷 美國從2月下旬開始染疫現況反覆震盪 最新一天數據來到超過6萬例 CDC警告確診率不斷攀升 近一週平均日增5.7萬名患者 比前一週成長7% 法國同樣遭逢疫情反彈 連著多天通報4萬例 相當於去年最高峰水平 衛生單位計畫擴大接種範圍 一旦批准將增加多達25萬人施打 包含牙醫和獸醫 西班牙曲線開始小幅上升 28日未更新染疫人數 各地方政府逐步緊縮宵禁 以及防疫限制 中央計畫提供補貼 縮短民眾一週工作時間 以阻止疫情擴散 英國人持續拉平曲線 兩週來低於6000名患者 加上疫苗接種率高居全球第二 下個月開始逐步放寬管制 首相強身樂見其成 表示迫不及待恢復自由 德國數據幾天來 急劇揍身 28日降回2萬例以下 但優信醫療不堪負荷 月底起入境登機民眾 全都得提供陰性證明 目前境內一成人口 已完成疫苗接種